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Harmonie 10月9日晚 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 在路易维尔·肯塔基表演艺术中心惠特尼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后 David Vester Reynolds博士说 荣幸之志 我们看完演出走出剧院 深感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但也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支持他们 我真的很想知道怎样更多地支持神韵 而不仅是买一张票 我希望能更多地支持 这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Reynolds是《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作家 他著有多部《星球大战》系列参考书 出版过多部历史和考古书籍 拥有考古学博士学位 武生物学学士学位的 Reynolds表示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 我会以跨越千年的视角来看待文化 我看到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诸多美好被破坏的时代 不管在文化 媒体 还是在我们对待彼此中 但我看到神韵如此努力地恢复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内容 中国文明一度如此强大 许多辉煌已随着历史灰飞湮灭 但也有许多美好被承传下来 神韵在为时已晚之前拯救了诸多的美好 这是我发现的感人之处 如果这么多的美好可以重现人间 那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才能展现给我们的 Reynolds表示 从演出中能感受到人们并不孤单 她说 我们看到还有希望 还有机会珍惜和重视 如果可以把这样的美好广为传送 你并不孤单 这里还有希望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Reynolds的同伴Kim-Kina女士 是一位平面时尚模特 第一次看神韵的Kina说 太不可思议了 美得让我忘记呼吸 我也多次感动落泪 我感到非常荣幸 所有的舞蹈都像风一样轻盈 非常美 这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 让Kina流下难过的泪水 她说 我看到人们在贪婪 金钱和物质中沉沦 那个父亲本来很爱他的女儿 可是在贪婪和压力面前失了本心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意义非常深远 Reynolds也谈到法轮大法修炼者在被迫害中拒绝与邪恶为伍的故事 她表示非常感人 因患病曾十年没有意识的她 对这个节目有着深刻的体悟 她说 无论你的生命变得多么渺小 你总是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 你想成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像 无论你被夺走多少东西 无论是被囚禁还是被酷刑 你都可以选择积极向善 而且这种选择无法被剥夺 其他一切都可以从你的生命中被夺走 你的生计 甚至你的器官 但他们不能夺走你想做一个好人的选择 做一个得善兼备的好人 这是演出中充满能量的展现 也是现实中人们需要了解的信息 因为无论你在遭受外在或内在的磨难 还是遭受迫害 暴力等可怕的事 他们都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做好人的选择 神韵提醒着我们 我们有这种力量 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可以平和地相信 我们有这种选择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身为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专家 Reynolds博士曾研究过恐龙 也是哈蒙德世界宗教地图集的作者 他说 我是一个科学家 但我的思想却是开放的 我研究所有文明的结论是 没有信仰 你就无法理解所有的人类经历 Reynolds认为 在混乱的今天 人们拥有的所有技术都会让人分心 让人忘记重要的是 而我觉得神韵利用技术的目的是好的 是为了让人记起怎样做人 这至关重要 其中所蕴含的关于信仰的信息 在今天也非常重要 科技似乎就是一切 它是如此炫目 令人无法抗拒 但它非常空虚 它让我们做着不该做的可怕事情 因为它让我们忘记什么才是重要的 他说 我认为神韵带来信仰和希望的信息 是整场演出的精髓 Reynolds在谈到当下的病毒大流行时表示 疫情把每个人都孤立起来 还有现代的科技 虽然使人们感到有所联系 但实际 人与人之间还是被孤立起来 因为这些联系仅存于表面 然而能到现场观看神韵 看到这些出色的艺术家 听到有真情实感的音乐 感受一切幕后的付出和艺术总监的才华 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互动 因此 在这里与观众在一起 观看充满人性的演出 让我重拾久违的温暖 通过这样温暖的方式 教导人们希望 慈悲和美德 这是理想 这是一种力量 正当我们需要这种力量时 神韵赋予了我们这种力量 我们都是如此 此外 五句餐馆的故事 也让Kina动容落泪 她说 人们要平和 起初他们互相竞争 但当一方真的需要帮助时 另一方伸出了援手 选择帮助对手 我觉得这对每个人都是很好的一刻 不要做自私的人 Reynolds说 现在的媒体也鼓励人们变得更自私 这个节目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你看到某人在苦难中 你是想在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快乐 还是想帮助他们 但在内心深处 我想我们都不想看到别人的痛苦 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事 Reynolds赞叹神韵演出整体极具感染力 他说 在各个层面都是如此 有幽默感 有悲情 有欢乐 还有意义深刻的悲剧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让人感受到痛苦 我在头条新闻中看到过 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不能相信 在这个时代还发生着这样的事 然而强大的艺术愿意承担强大的主题 神韵做到了 神韵在各方面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也是希望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会被悲剧击垮 因为有充满希望的展现 而其呈现方式如此强大 让我相信这是整场演出中 最值得感恩的一幕 也让我相信 古老的传统和价值 会帮助我们度过 现代世界中令人心碎的时刻 如果我们找到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在找寻并传递这种价值观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度过困难 也会有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期待 神韵交响乐团 完美结合东西方传统乐器 也让Renos和Kina感到惊喜 Kina说 原来这也是音乐动人的原因 结合得非常完美 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Renos接着说 非常平和协调 这些东方乐器极具异国情调 音色独特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勾画着各种情感 直达灵魂深处 这些中国乐器表达的情感极为动人 但又与交响乐团配合得相当完美 令人叹为观止 这绝不是随意的堆砌 听起来非常完美 也非常完美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中 古老强大的价值观 如何与西方文明完美融合 因为他们教导同样的美德 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我认为音乐可以比语言更加深刻地打动人心 神韵带来了Renos所期盼的一切 而且超出预期 美得如梦如幻 同时又振奋人心 看到古老的传统 通过舞蹈展现 又与音乐 天幕完美融合 曾经参与拍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他说 我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 神韵的天幕技术帮助把这些故事呈现得非常完美 这非常引人入胜 让我们身临其境 这些节目的安排在技术上非常纯属 舞蹈 音乐 服饰和天幕交相辉映 我非常喜欢舞蹈演员 在天幕和舞台上穿梭自如 这是我从没见过的 这让我的想象力随着故事的发展进入故事当中 Renos赞扬所有的艺术家都很出色 他说 我也非常珍视音乐家的演出 就像对舞蹈演员一样 还有美丽服饰搭配 我们深深陶醉 难以用言语表达 看到这样超乎想象的表达那么流畅 就是那么感人 那么震撼 Renos非常赞同 演出现场禁止录音录像 他说 你需要来到剧院作为观众亲身感受这一切 而且必须支持 伟大的艺术需要伟大的观众 因此坐在这里 也意味着我们成为这伟大的传统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感受所有的这一切 这是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实现的 我觉得这非常好 Renos说到神韵的艺术总监 他说 我一看到节目册 在进入剧场前就在想 哇 这个人一定非比寻常 当我看到他的作品 我立刻心生敬畏 我很高兴可以生活在 一个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的时代 而不是在日后的史书中读到 我坚信这一切都会被载入史册 因为这太超凡 我很荣幸能在有生之年 看到这样的作品 看到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 成立这样的演出公司 分享这样的演出 这绝不是给人们打发时间的娱乐 神韵在传递强大的信息 即作为人类到底为了什么 我们的潜力是什么 这是我今晚所见 本文由大纪元 美国路易斯维尔记者站报道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